那人眉头一皱 隐隐中有怒气 但看了一眼那辆毫无动静的战车后 还是压制了下来 和气的说道 颜面重要 但是性命似乎更重要 佐诚团长也是聪明人 难道不会衡量取舍吗 佐诚冷冷的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不听你的话就会死 那人震慎道 正是如此 砰 那人所在之地瞬间爆开 整个人吐出一口血来 震飞上了天 随后远远的摔在地上 满脸惊恐之色 秋暮节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两人杀了 继续走 那人和柯安都是大惊失色 急忙往后暴退 那人震惊道 你 你们不能杀我 佐诚一脸的冷色 讥讽道 我不知道你是何人 也许是我轻居拥兵团 得罪不起的存在 但战车内的几位大人 更是你们得罪不起的 那人惊恐地望了一眼战车 刚才莫名其妙地一击落下 瞬间将他击得重伤 加上之前陈金宇的身手 让他不寒而栗 惊恐地说道 几位 几位且住手 先看看此物 他手中一道光芒射了过去 佐诚抓在手中定眼一看 顿时双瞳皱缩 脸色刷的一下就惨白 身躯竟然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那拿着令牌的手 哆嗦得厉害 几乎抓不稳了 团长大人 怎么了 轻居拥兵团的其他人 立即发现了佐诚的症状 吃惊之下围了上来 当所有目光 一看见那令牌后 顿时如坠深渊 全都抽了一口冷气 四周一下子变得死气起来 每个人的脸 就像是这天气一般 死灰一片 那令牌半个巴掌大小 上面叼着漫天星斗 在一片星云下旋转 一眼望去 竟然有种眩晕之感 宏伟大气 瑰丽磅礴 那人重重地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黑声说道 佐诚团长 怎么不吭声了 他有意无意地 瞥了一眼战车 今日之事 我暂且记下了 现在有要事在身 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这仗 他日再算 咻 突然一道破空声响起 左城手中的令牌脱手而出 直接被一股力量射走 飞入那战车之内 我倒是什么鬼东西 原来是万星谷的繁星令 垃圾 李云霄的声音响起 随后一道光芒激舍而出 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额头上爆出冷汗来 这天下竟然有人敢说 万星谷的繁星令是垃圾 砰 那道光芒直接射落在地上 震起微微的光芒 当所有人低头望去的时候 不由得全抽了一口冷气 吓得全身毛孔都竖了起来 更是有人当场呆滞 脑子一片空白 那块繁星令已经被捏成了一块铁球 上面一个深深的手印 显露出来的一些花纹图案 还隐约可变原貌 你 你 那万星谷这人 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 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整个脸孔憋得通红 可安也是彻底不知所措 有些傻住了 战车上空间微晃 李云霄一下子浮现出来 目光如水 淡然的说道 我倒是很好奇 万星谷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战魂山上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竟然不许人进去 那个人在短暂的惊骇之后 终于回过神来 而且对方一看李云霄 只是一名如此少年时 忌惮之心顿时大俭 喝道 小子 你到底是何人 竟敢对万星谷不敬 李云霄眼中射出点点寒芒 笑话 我为何要对万星谷敬 难不成我还要烧三根香 拜他几拜 赶紧回答我的问题吧 本少没有功夫跟你闲扯 那人心下震惊异常 他一眼就看出这少年的神态 是真正的没有把万星谷放在眼中 而绝非装出来的 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不能相信 吞咽了一下口水才说的 你真是好大胆 万星谷乃 砰 李云霄一挥手 一道雷电射落下来 瞬间将他击得飞起 整个人皮开肉绽 一片焦黑 最后一次机会 不说就再也不用说了 说 说 我说 千万别动手 那个人真的怕了 声音当中带着极度的颤抖 他体内满是电能游走 身体各大翘穴 全是蓄满了雷能 就连丹田上方 都是一片雷海电狱 那少年若是下手再重一些的话 自己怕是已经灰飞烟灭了 万星谷在战魂山上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故而将此地之路封住 以免被人破坏 那人老老实实的说道 至于是何事 我也不清楚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就这么简单 那留着你也没用了 那个人浑身一颤 哆嗦道 有用 有用的 万星谷一路上 设下了不少关卡 若是有我带路的话 必然能够顺理通过 左诚抹了一把冷汗说道 大人 就带着他吧 他内心不断地打着小谷 只觉得事情的复杂 已经超出了自己预计 生怕李云霄真的一下杀了万星谷的人 那清居拥兵团就万劫不复了 李云霄道 随你吧 总之尽快地进战魂山便是 我倒想看看万星谷闹什么鬼 众人都是大汉 一般听说万星谷在前面逃都来不及 他竟然要赶去看热闹 左诚的手心捏了一把汗 直到自己已经遇上了前所未有过的危机 无论是李云霄三人还是万星谷 都是超燃于他之上的力量 一不小心就可能卷入其中粉身碎骨 但是这一切已经由不得他了 他大喝一声 你们两个上来 加速前进 三只地同牛兽顿时在荒地上狂奔起来 震起了冲天的晨灰 万星谷内人和柯安都是阴沉着脸 左诚道 敢问阁下姓名 那人皱眉道 叫我华裕就可以了 他目光一转 忌惮地望着另外一辆战车 那里面到底是何人 左诚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别问这么多 那些大人不是你可以打探的 华裕身躯一颤 顿时闭口不言 半日后 那广阔无垠的荒野大地上 终于隐约见到高山 连绵起伏在大地的尽头横卧 李云霄走出战车 宁目望去 双丛中一片异色 只见远处大山之上 涌起无数死灰之气 比整个五法天的边缘 要浓郁得多 数个时辰后 在山下一片荒野中 传来强烈的原力波动 不少人影闪动 竟然是在厮杀 左诚惊道 是火鸟拥兵团 那远处杀身震天 有二三十人陷入混战之内 最为激烈的便是两名男子的争斗 原力波动之强 直接将其余人推开数百帐外 整个战圈大半都是他们的战场 其中一名轻袍不一老者 面色沉宁 双眸当中光芒炯炯有神 如铜灯闪烁 一柄战刀捂得密不透风 一圈圈的刀芒积散开来 像是海浪般往四周推开 而对面则是一名满脸疤痕的大汉 直接双拳赫赫 那手盔上不断绽放出火色光泽 不时有异象升起 将那刀海气浪烘碎 两个人的实力都不在左城之下 鸡豆的难解难分 满天都是各种灵压迸射开来 柯安眉头一皱道 飞丰老人 左城一惊 什么 那老者竟然是飞丰老人 这两个人怎么会打在一起了 华玉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 火鸟拥兵团先前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考验 才让他们进去的 飞丰老人多半也是受雇于我们万星谷 他的级别太低 这是负责第一道关卡 并不知情 左城的面色凝重起来 那飞丰老人 乃是隐居在无法天内的苦修 数十年前就是威名赫赫 这些年来名声不鲜 都以为他早已经离开此地 想不到还前居其内 他心中的疑惑更胜起来 万星谷本身就是实力强横无匹 为何还要雇佣这些高手替他们做事 只要万星谷下个命令 不许任何人靠近战魂山 那自然不会有人敢犯这个忌讳 不好 又有人来了 远处战圈内 一名舞者突然大声叫道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匪凤老人 快动用你的绝招吧 正在激战中的轻袍老者 脸色顿时一沉 他的余光瞥了过来 看见三只地同牛树在嘶吼 脸色就难看起来 怒哼道 前面的华玉和柯安 真是废物 什么人都拦不下 他手中宝刀猛地绽放出一片刀芒 将前方的敌人震开 随后左手凌空一抓 再猛地扬起 像是撒豆子一般 抛了出去 顿时天空上 突然多出许多密密麻麻的小点 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满天都是 不好 是飞狼必行疯 所有人瞬间朝着四方撤离 那名横肉大汉也是猛然一惊 额头上爆出冷汗来 手中全是一紧 喝了 小畜生 全部给我灭 大虎头拳 权威之下 虎啸震山林 他身后浮现出一只长出双翅的红色血纹老虎 猛地冲了下来 漫天的飞狼必行疯 顿时被轰死了一片 但更多的已经嗡嗡嗡的将它包围住了 全部遮了下去 哎呀 大汉猛然惨叫一声 他的护体地气朝着四周击射 想要震死那些飞风 却完全无效 顷刻间 密密麻麻的疯子 爬满了他的身体 浑身上下都是一片剧痛 几乎要晕了过去 感谢观看